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界可以将工具进行附魔 有一种幸运附魔 可以让挖出来的矿物数量变多 因此 这些钻石我只取 暂时需要用到的数量 其他的就先留住了 反正地面上那些教授 还不会像我一样 可以使用工具进行开采 因此 也不用怕被他们偷走 有了钻石之后 就能制作钻石稿了 虽然钻石工具 还不是最好的工具 但已经可以开采黑钥匙了 有了黑钥匙 就可以制作附魔台 虽然要进行附魔 得到最棒的附魔 还需要一系列繁琐的工序 目前我也尚未达到那个阶段 不过一步步往目标迈进的感觉 还真不错呢 附带一提 在东方 一个叫做日本的国家 他们将我们黑教授 成为黑钥匙呢 日本人还真看得起我们 如果我的身体 有这玩意儿一半坚硬 就好了 然而 经过一阵子 在地道间穿梭后 我发现一件很麻烦的事 我们黑教授的势力缺陷 真的太严重了 只要距离这些 照明用的火把稍微远一些 我就像瞎了眼一样 什么都看不到了呢 我去 从哪来的僵尸 吓死教授了 原来旁边有一个洞穴 看来 僵尸就是从里面过来的吧 又有新的僵尸 干脆将它童话掉算了 让它在这提我把风 别再来打扰我开采黑钥匙了 开采到一些黑钥匙 可以来制作附魔台了 等等 前面那里有支白教授 闯入我的地盘 看我过去将它收拾了 哪来的一群蜘蛛 恶心死了 你们不要过来啊 我的斧子是不长眼的 刚才那支白教授 已经不是第一次 闯进我的地盘了 不过这倒是 让我想到一件事 我在这之前 击败了几只和他们 同族的白教授 其中有几只从他们身上 调过出这个东西呢 是网膜扫描仪 这个还能用吗 还真的能用 我曾经听克林提起 他靠着这东西 以人类之躯 成功从充满教授的实验室中 逃脱出来呢 看来这是个不错的宝贝 不过 既然这东西还能用 那在这附近发现的实验室遗迹里 还有一些仪器 也是可以使用的吗 这附近就有一座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 身为一只黑教授 在光线不良的半夜出门探索 实在是不知之举 我明天再过去看他好了 隔天早上 我在出门前 先将附魔台给制作出来了 我记得 在挖矿的时候 好像有挖到附魔所需要用到的青金石 虽然这个阶段 能附魔的品质非常差 不过总比没有好 我看 先来将工具附个魔吧 不是吧 居然只有一颗青金石 这玩意儿 居然比钻石还稀有嘛 看来 也只能暂时 先将钻石搞附魔了 有空还得再去 多挖一些青金石 当然 还要准备很多书柜 接下来 来去附近的实验室遗址 看看有什么还能运作的仪器吧 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不过 我很好奇 如果没有电力 该怎么让它们运作就是了 麦克风 带走 对讲机 带走 这个风扇居然还会转 难道这里有电力吗 咦 原来红石火把 就能够发电吗 这世界也太神奇了 那么 如果我将这个对讲机 供应它红石电力 该不会就能通话了吧 试一试好了 喂喂喂 有人在吗 有瘦瘦在吗 听到请回答 这个声音 是实验样本B04吗 居然真的通了 K博士 是你吗 我是沃雷卡 我好像穿越到别的世界去了 我已经检测到你的行踪了 你那里是个虚拟的世界 一个叫做MC的世界 我知道 这里跟我以前玩过的一款电玩很像 不过博士 你知道我该怎么离开这里 回去原本的世界吗 既然是电玩的世界 那离开的方法 也许是将它破关 小教授 你知道那款游戏的破关方法吗 虽然这款开放世界游戏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破关 不过真要说的话 会不会是击败墨影龙呢 墨影龙 是吗 我查一下数据库 有了 我查到的资料 看来并不难 但是 对你们黑教授来说 也许并不容易 对我们黑教授而言会很难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想要击败墨影龙 就必须前往墨地 而前往墨地的关键道具 是一样叫做烈焰棒的物品 烈焰棒只能在下界 从魔物烈焰人的掉落物取得 这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但我觉得烈焰人 应该没有很难对付 难道我们黑教授很害怕火焰吗 那倒不至于 但是别忘了 下界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没有自然光线 因此 在那里 你会伸手不见五指 啊 我差点忘了这件事 我昨天去挖矿时 就感觉到了 只要离光源稍微远一点 视野就一片黑呢 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方法 你只需要慢慢前进 并且别忘了多带一些火把 应该就能稍微改善 清楚了吗 失败样本 我会听从博士的建议的 不过 可不可以不要再叫我失败样本了呀 听着有点生气呢 我只是陈述客观事实 如果不服气的话 就通关游戏给我看看吧 是是是 我会努力攻略的 那你就加油吧 我还有事要忙 先挂断通讯了 如果有问题 再来找我吧 失败样本 你别得以不饶人啊 可恶 挂断了 虽然我本来已经打算 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了 不过 如今好像有可能 回到原来的世界 看来我还是先试试看好了 目标是祭拜墨影龙吗 看来 真的得去下界一趟呢 不过 我这势力 真的有办法在下界闯关吗 而且 我现在的装备还这么破烂 真的要现在去下界吗 算了 船到桥头自然直 走一步算一步了 而且 这只是游戏世界 就算失败了 也不会真的死亡 那就没有不挑战的理由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下界会有很多株灵 他们会使用武器 还会围攻 并不好对付呢 不过 只要在身上 穿一件黄金装备 他们就会将你当成自己人了 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穿上装备 从外表居然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被我用黏液包覆住了 准备这么多火把 应该够了吧 还好刚才有多开采一些黑钥匙 这下直接就能盖出下界传送门了呢 再来只要点个火 就能将传送门开启了 那么 准备出发吧 希望不会一进门就阵亡 看来没有想象中的暗囊 不过也有可能是 飞红森林中有许多会发光的物件 所以才会这么亮吧 这里有片岩浆湖 我该不该飞过去呢 我一定可以的 拼了 我已经感受到难度了 离开飞红森林后 视野是真地暗 未经千辛万苦 也损失不少装备 终于看到下界要塞的踪影 但是 它位于岩浆湖之上 看来真的要飞过去比较快了 完了 我瞎了 该在哪着路都看不到了 看到了 这里有陆地 呼 有惊无险 总算到达要塞了 离成功只差一步了呢 天哪 还真的是不差火把 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经过漫长的奋斗后 我终于想起 克林的智慧了 既然连一下都被摸不得 那就把存档点 设在魔物旁边不就得了 最后 我终于得到一些烈焰榜 虽然这些数量也许会不够 但只要取得几根 回去酿造炕火药水和夜市药水后 下界就再也难不住我这只小教授了 离开前我到附近取得了一些下界游 如此一来就能告别这乌漆抹黑的鬼地方了 夜市药水已取得 从此告别势力缺陷 为了酿造炕火药水 我前往附近的沼泽地区 击败一些绿色的黏液生物 真是起了怪 如果只是让黏液球 我自己身上挖一些下来 不就有了吗 所有材料都取得了 接下来就能开始酿造炕火药水 炕火药水已取得 这下子别说恋人了 连跳进岩浆游泳都不成问题 终于取得功课下界的神器了 只要有了夜市药水和炕火药水 下界就再也难不倒我这只黑教授了 不过前往下界要塞的路仍然危机四伏 看来有空也要去修整出一条快速通道呢 今天这集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看我这只小教授表演 还看得开心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我按个赞 或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第三集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